有些房东看了每月租房报告数据后 认为租金一直在涨 殊不知统计数据只能参考用 具体租金需要比对房龄、户型、内部状态 以及周围小区的历史租金和周围挂加 实际上租金每月甚至每周都会上下波动 这些需要专业的经验和深入市场 普通房东很难敏感的第一时间不做到 只能在下个月看到统计数据 时间上已经之后了 而且无法判断自己的房子是应该高于统计值还是低于它 盲目参考统计数据挂牌的结果是 要么高挂,导致空置增加 等发现租不掉再调整 即使最终跌回到市场接受的范围 通常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损失也是挺惨重的 而且极有可能房东在压力和受挫心态下 误入不良租客的坑 犯下低级错误 导致日后的诉讼和追债 如果低挂,虽然可以很快租掉 但房东显然吃了哑巴亏 等到发现生米成熟饭了 再要涨租,已经是12个月后的事情了 而且万一租金偏低较多 租客到时候也找不到其他更便宜的租金 只能长期租着 在物价上涨和通胀居高的年份 是不利于房东按照市场租金涨租的 希望大家看到报告后 多动脑筋分析 数据可以参考 但不要盲目相信报告的数据 需要尽力多地掌握市场上即时成交数据 并详细了解其他房源的状况和特点 合理地调整自己租金的范围 注意,一般挂价和成交租金上下有5%到8% 是合理正常的 租房是个专业活 如果房东对自己掌握一手即时的市场租金有困难 不妨可以找可靠的专业出租管理公司委托出租 大多数负责任的专业出租管理公司 在没有和客户签订委托协议之前 不会给予租金评估 就算偶尔有 也只是市场平均租金范围 原因是 为避免误导客户 以防止万一该客户最终没有签约 以死评估指导家出租物业导致损失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留言咨询 谢谢大家